你好 小玉依米達 這邊為各位展示三連拍 第一拍 腰痛 第二拍 頭痛 額頭好痛 第三拍 臉好痛 臉好痛 下蘇澳交流道之後 可以看到超醒目的建築物 是蘇澳最可愛的新地標 三姿色彩鮮明的蠟筆矗粒 儼然像一間蠟筆城堡 整個空間非常明亮而且很繽紛 我身旁的這位就是蠟筆達人 哈囉 玉露 哈囉 小玉 你好 這是製作蠟筆的原料 對 這是我們做蠟筆 跟人影彩繪的原料 包含像有食品級的 跟非食品級的 還有有機跟無機 大家一定覺得有機的色粉 就是比較自然比較健康 其實在我們的色粉的原理來講 它是剛好是顛倒的 所以其實以前常常想說 使用蠟筆可能會對小朋友 有害身體健康 其實沒有 他們都是需要經過檢驗 檢驗再檢驗的 這是什麼東西 這三個就是我們做蠟筆的 基本原料 包含像我們的石蠟 華石粉 跟澀糕 這三個是基本原料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 已經在這邊了 是藍色的 這邊這一桶在滾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配料的攪拌筒 對 我們把所有的原料 加進去之後 藉由溫度間接加熱的方式 讓它均勻的受熱 變成我們很大筒的蠟液 這個是我們的蠟筆的膜 對 放進去 邊倒嗎 對 好可愛的感覺喔 你就可以看到它 一直慢慢的流下去 可是你看它四邊是有擋起來 不然顏量會跑出去喔 所以底下有多久 力氣之大 這來了 好可愛喔 它就這樣一隻一隻的伸上來了 這就是蠟筆 也太可愛了吧 小玉妳已經在玩彩繪了喔 對啊 我覺得很好玩耶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蠟筆 竟然這真的可以畫上去耶 對啊 這是我們特別開發出來的 由蠟筆去改變的材質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是水性的部分 對 它可以用毛刷 然後我們可以畫出 比較細的線條的部分 它一樣是使用化妝品等級的 顏料去做的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用它 去做出不同的變化 好 對 好美喔 這個是成品了嗎 可以啊 對 有沒有超漂亮的 而且你們絕對想不到 這個是用蠟筆畫出來的耶